哈喽 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说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征集版的安卓手机的TikTok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TikTok版本的话 很多都是你下载安装了以后 你不注册 不登陆的话 是没办法用的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款版本 就是你不注册账号 也是可以用的 并且的话 它最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 它通过一个软件的话 可以一键换取 非常的方便 想看哪个国家 就看哪个国家 OK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好的 我们来到手机端 大家看到 我已经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两个软件 安装就很简单 我就不演示了 在打开运作之前的话 大家一定要保证手机上有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到我手机上的对这两个软件给了一个红色的警告 给了一个红色的警告 我们不管它 这个是手机的一个安全的软件 对它做了一个封控 我们不管它 那它假设说需要另外打开信号什么的 那你就手动打开一下就行了 用还是正常可以用的 当然的话 你也可以在手机的设置里面把感叹号给它去掉 都是可以操作的 好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TikTok OK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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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 OK 我们等一下这里会有一个确定什么东西的 稍后再说 我们这里点确定 一定要点确定 不然的话 我们跟那个插件联系不上的 点确定 OK 我们这个正常刷是没问题的 哇 国民岳父史太龙 哎呦 好像是他的几个女儿 哇塞 好想做他的女婿 这个正常刷是没问题的 大家看到 嗯 正常刷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换区的看一下 OK 换区的打开以后呢 这边有个区域 它默认是美国 我们点一下以后呢 这边可以换区 那你想换哪一个国家呢 就换哪个国家 是没问题的 是没问题的 他们说我们换一下日本看看 我们再换一下日本看看 这里点确认 OK 第二项强制区域模式 这个地方一定要打开 它本来是关闭的 本来是关闭的 我们点一下就打开了 一定是要打开的 这后面这些功能呢 无所谓的了 都没什么关系的 然后这里打开TikTok OK 大家看到啊 这个换区成功 大家看到下面都是已经是日本人了 这已经是日本人了 对不对 我们再耍一下看看 OK 这也是日本人了 这也是日本对不对 好的 我们再演示一下 我们还是把它关掉 我们再演示一下 换个区域啊 我们从日本换的这个 我们随便换一个吧 换一个俄罗斯吧 Rashon 换个俄罗斯 OK 这里换成俄罗斯啊 我们看一下 嗯 我们再打开一下看看 OK 我们刷新一下 OK 好 这个我们暂时不登录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在已经是俄罗斯的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已经是俄罗斯的了 对不对 这换区非常的方便 OK 啊 这都是俄罗斯的 对不对 换区非常的方便 OK 啊 这都是俄罗斯的 对不对 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你想看哪里呢 就看哪里 OK 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跟大家讲解这个 用一个辅助的软件来换区的这个功能啊 那登录操作 包括登录以后的点赞啊 这个直播啊 这个发视频啊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我在这里就不演示啊 因为之前的视频我演示的太多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用的话呢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